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OR传感器电路高压组二传感器二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催化转化器用于降低有害排放。 为了确保正常运行,在催化器后面有一个OR传感器,用于监测猫之后排气中的氧气含量。 然后,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将催化后的读数与催化前的读数进行比较,以确定催化剂是否工作正常。 P0158涉及到排二上的CAT-AT O2传感器故障,排在排二上的第二个传感器故障,表明信号电压过高。 O2传感器是四线传感器。两条线专用于加热元件,两条线专用于传感器。 加热元件的一根电线上应有电池电压,发动机钥匙必须关闭,而另一根则应接地。 PCM向O2传感器提供0.5V的参考电压,该传感器根据排气中的氧气含量而变化。 PCM还为传感器提供了接地。氧气含量的变化会导致氧气传感器的电阻发生变化。 电阻的这种变化会影响PCM提供的0.5V。 它能够在大约0.1到0.9V之间变化。 读数0.1表示完全稀薄,读数0.9表示完全稀薄。 电压的这种变化由PCM监控。P0158代码表示电压高于信号电路上的正常电压。 注意,与前、催化前O2传感器相比,催化剂后O2传感器的开关速度通常更慢且次数更少。 症状P0158DTC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上的Mail故障指示灯断电且间歇性失速可能表现出燃油效率降低发动机运行异常。 与排气部件接触发动机运转过猛。 如果有其他代码,排气孔导致PCM发动机过浓,导致Bank2异常高。 传感器二读数信号电路上的电压不足PCM可能的解决方案总是好的观察排气组件状况的想法。 检查孔,线数是否与排气接触等。 启动发动机,并观察Bank2 Sensor2O2传感器电压。 在后置O2传感器上,如果传感器缓慢,则可能需要提高怠速,直到O2传感器开始切换为止。 如果增加怠速导致传感器电压下降,则由于速度缓慢而应更换传感器。 如果在启动发动机并将其加热到工作温度后,发现二,二氧传感器卡住了高电压,或接近一幅,并且电压没有下降或没有变化,则关闭发动机。 在KOEO,发动机钥匙关闭,下,拔下2,2O2传感器的插头,并检查加热元件和传感器上的接地是否良好。 还要检查加热元件的电池电压。 加热器的运行不会导致传感器变慢,但通常会带有与之相关的代码。 如果接地良好且存在电池电压,则将传感器的信号线跨接到传感器的地线。 现在,扫描工具应读取低电压或接近零伏的电压。 如果是这样,则接线正确。 更换BANK2分之2O2传感器。 如果将信号线跨接至地面不会降低电压,请检查O2传感器线数。 确保没有与热的排气组件接触。 确保线数连接良好。 如果接线检查不出来,请在PCM连接器上重新检查以前的线数检查。 可能需要将O2传感器信号线加在靠近PCM的位置,并易于接近,以便在此测试后可以对其进行维修。 如果现在2分之2O2传感器的读数下降,则表明存在不可见的接线问题。 打开线数,目视检查接线,看信号线上是否有问题。 或者,您可以选择修剪另一根信号线,方法是将有问题的线剪裁并留在线数中。 但是,如果结果相同,则PCM可能有故障。 打开线数,目视频表示会写呼air。 打开线数,目视频接线。 感谢观看